大家好,我們要講解的是遊戲機的物理 來,手板 等一下,我們先切個畫面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AR、VR 遊戲機中的物理 遊戲機的眼鏡 換手板 KingNet遊戲機 雷射散板 遊戲、手把 最後一個遊戲機台 各位可以看到我們的這個手板 其實就是用AR做的 接下來就由我來跟各位介紹AR和VR吧 AR簡單來說就是虛擬結合現實 利用攝影機的圖像 經過精密的計算之後 再用圖像技術去呈現 這個就是AR 接下來就由我們看AR的實力吧 接下來由我用手機來進行實力 我們先在KUBO上面打器耳 打了器耳之後呢 我們可以利用3D模式來檢視它 先讓它跑一下 OK,跑出來了 那現在呢 它需要我們移動一下iPhone 那我們就跟著一起移動 OK,好,器耳出來了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利用AR技術來呈現 那其實除了這個3D的器耳之外呢 我們遊戲裡的寶可夢 它也是利用相同的原理 就是AR來進行 VR呢 VR就是電腦產生一個三圍的世界 那玩家戴上眼鏡之後 會有勝利其境的感覺 那右邊這個就是Youtube上面的VR影片 那VR裡面有陀螺儀 陀螺儀是用來感測VR畫面中的角度 那現在就由我們另外一位同學來介紹陀螺儀吧 在剛才的VR實作中 我們看到VR的畫面是透過手機中的陀螺儀來感測 那其實手機除了陀螺儀還有許多感測器 這些感測器都可以感受到我們生活周遭很多的物理現象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這些感測器的實際應用吧 接下來我們透過手機APP來博取手機感測器的值 那可以看到右邊畫面中 就在這APP裡面可以載到很多感測器的值 這些都是手機裡面有的感測器 像是GPS啊 加速度感測器啊 磁力計啊 還有剛剛提到的陀螺儀 那現在我們點進陀螺儀來看 那我們按開始 就是你手機透過晃動的話 可以載到它XYZ軸移動的值 那透過這個值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傳輸到遊戲中 或者是在APP中 我們可以去控制啊 車子啊VR的畫面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在遊戲中的應用吧 接下來我會演示的是陀螺儀在手機APP中的應用 那接下來看到右邊的遊戲畫面 這是一個操作飛機的遊戲 然後我先按起飛 起飛之後呢 它的飛機方向就是透過陀螺儀來控制 那現在我們畫面往上 那它的飛機就會往上飛 然後往下的飛機就會往下飛 那這個呢 它就是透過陀螺儀來控制的 好 接下來我要講的是遊戲機的眼睛 那對很多青少人來說呢 遊戲機是一個讓他們放鬆自我的方式 那以前的遊戲機呢 大多是利用逆學來進行 像是彈珠塔 它是利用彈簧 產生推力 把彈珠推出去 而進行了一個遊戲 那科技較進步後呢 而有了插卡式的紅白機 以及風靡蛇電子機 到後來有光碟遊戲片的 Xbox、Win以及PS4 以及卡帶的Switch 而以上的電子遊戲機呢 都大多會使用到 遊戲手把 那我就讓下一位同學來介紹遊戲手把 好 接下來我要介紹的是遊戲手把 那現在我手上這隻的話 是PS2的遊戲手把 那遊戲手把的按鈕通常分兩種 一種是按鍵式的這種按鈕 一種是Joysteer 這蘑菇頭的按鈕 那按鍵式的按鈕原理的話呢 它是有一個訊號通入按鈕裡面 然後透過按下去的話 它會產生段路 那放開的話 它會產生通路 那段路通路的話 透過電腦運算 就可以產生01的訊號 然後再經過電腦的演算 就可以變成 操控遊戲中的角色 那這種Joysteer的話呢 那我們來看 那個 拆開來的樣子 那它拆開來的樣子的話呢 會看到 它這邊 有一個電阻 這邊有一個可變電阻 就兩個可變電阻的話 是控制XY軸 那透過你移動搖桿 那就可以產生XY軸值的變化 那經過電腦運算的話 就可以去控制遊戲中角色的方向 那它這邊還有一個按鈕 那按鈕原理跟 剛剛的按鈕一樣 就是它按下去的時候 會產生段路 然後放開會產生通路 會產生01的訊號 也就是數位訊號 好 那我們接下來把它接上 Arduino 然後我們就可以去讀它的值了 然後接下來我們將Joysteer 連上Arduino 我們就可以透過Arduino 來讀取Joysteer的值 那我們可以看到旁邊電腦的畫面中 有數值一直在跑 這就是Joysteer現在的值 那我們把Joysteer往前推 然後會看到它的S軸數值產生變化 那我們現在把Joysteer往旁邊推 就會看到它的Y軸數值產生變化 然後再把它按鈕往下按的話 它的按鈕就會產生段路 那數值就會是0 那這就是遊戲搖桿基本的原理 那現在其實有很多遊戲大廠 推出不只像遊戲搖桿這種操作方式 那接下來就由下一個同學來介紹 Kinead的原理和應用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講的是Kinead 那Kinead是微軟發佈的人像控制裝置 那它是由三個攝像頭組成 然後中間那個的話是RGB的彩色攝像頭 然後左右兩邊的話是雷射上班模組 那一個是發射端 另一個是接收端 那發射端會發射雷射光出去 透過反射 然後可以反射回接收端裡面 接收端可以去計算出點與點之間的距離 然後再演算出物體 與攝像頭的距離是多遠 然後就可以去產生3D模型 然後放到電腦計算之後 就可以用人體來控制遊戲中的角色移動 那這就是Kinead的原理